瑞典媒體週一報導 這名被永久驅逐的中國女記者姓陳 現年57歲 已經在瑞典居住了20年 並嫁給一位瑞典丈夫 報導指 該名女子是瑞典中文媒體 《北歐綠色郵報》的主編 瑞典司法部指出 這名女子長期與中共情報官員合作 進行統戰宣傳工作 包括在瑞典境內 舉辦一系列的巡迴相片展覽 洗白中共在新疆設立集中營等醜聞 另外該名女子也被控收受中共使館資金 為到訪的中共官員 引戰瑞典政治人物等 瑞典安全局去年10月 將這名姓陳的女子逮捕 指控她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今年2月 瑞典移民上訴法院駁回了她的上訴 今月4日 瑞典司法部長斯特莫簽致 將她永久驅逐出境 中共方面對這件案 還未作出反應 外界關注這件案 將會為誰中關係 帶來怎樣的影響